原本為了要平抑房價所喊出要蓋平價住宅的美意 現在居然變值了 另一位就踢爆說 新徵院規劃的領口平價住宅 最後居然是為鴻海量身訂做的產業園區 而原本是要蓋五十六公頃的平價住宅 最後不僅是換了區域 還只剩下十公頃 機場捷運領口A7站產業專用區開發案 新徵院除了興建平價住宅 產業園區開發案更被市委吸引海商回流的重點之一 不過現在卻被立委派孟安踢爆 這是為鴻海量身訂做的一場騙局 3月27號郭台銘帶了幾個主義幹部 去找了伍敦力之後 這個政策馬上急轉直下 是財團獲利還是誰 還是人民獲利 那你是要蓋水汗工廠是不是 幾乎是為一家企業 一家財團來量身訂做 連台塑都不能來投標 A7站我看如果說要為鴻海 如果果真是如此的話 那將來變成鴻海站 不僅如此 原先規劃的平價住宅 一下被換到交通偏遠的位置 而且範圍縮小了五倍 就連原有的500家廠商 也都為了這項計畫被迫遷移 平價住宅的美意被打折 立委質疑無愧有被關說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犧牲民眾住的權益 只為了幹血汗工廠 立委要監察院認證查一查 電新聞 余帆 鄭一翔 台北報導